哈喽 关于任言凯 你不知道的几件小事情 所介绍的时候 一般会怎么说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任言凯 我身高1米89 体重68公斤 我的新座是双鱼座 然后平常喜欢慢跑 看电影 父母最喜欢的艺人是谁 我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身高吧 腿长有多长 那天梁是1米18 一句话形容你是演过的富准吧 高 冷 霸道总裁有好多种嘛 你就当角色就好了 你也不用去想 所谓的技巧是什么 我今天做这个角色 我做什么样子 我就觉得就是 对 不会想说 特别去设计一些东西 我不会去想这个 实际生活当中 你会是一个霸道总裁型的人吗 我有点霸道 但我不是总裁 说你有一只狗狗 他在你多少时间了 9年多了 你跟他日常的互动是怎样 就是他巴着我 就我到哪他就到哪 就是我们的互动就差不多这样 然后 大家下去散散步就这样 你有没有特别想尝试的领域 我蛮想开咖啡厅的 我一直都想 但一直没做 因为没有任何契机 如果你有机会去实现这个开咖啡厅的梦想 你觉得这个咖啡厅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脑中会倾向于 我一定要很好吃的甜点 非常厉害的甜点 跟很好喝的咖啡 因为我发现很多咖啡厅其实 要不然就咖啡厉害甜点没有很在意 要不然甜点厉害咖啡没有很在意 我就会想到两个都很厉害 如果你开咖啡厅 你会自己亲自坐镇被客人抹咖啡吗 如果没有在拍戏应该会吧 你最收鱼座的特点是什么 多愁善感 你会因为什么而流泪 我很少流泪 印象最深刻上一次哭应该是 拍戏不算 国小骑脚车在操场上然后摔车 然后皮都掉了 哭 那是我上一次哭 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我想一下 好难想 别人越叫我做的我就越不做 有什么自己一直想改 但改不掉的习惯吗 强迫症 你的口头缠是什么 不方便讲 哈哈 哈哈 对不起 졌